红色春年和笔墨充施整个李明活用中心 海东书会成员现场辉豪将春年喜气分享民众 快过年了长期推广艺文活动的金融市议员吕美玲 邀请了海东书会在心腹里活用中心举办辉豪送春年活动 其中长期旅居美国西雅图的刘美书法大师白玉坤老师 也是海东书会的顾问 这次趁着疫情趋缓回到台湾过年 还现场辉豪要将一张张春年分送给大家 这些华人世界对于这个书法的重视 相当的也深入人心 在美国我们曾经都是在一个就是Bellview的这些地方 我们也会举行这些书法的活动 那这次疫情舒缓了 我们也很喜欢回来台湾 也更好海东书会也邀请我来这边写一些春年 台湾的人情为大家在世界都非常出名 大家也喜欢台湾 所以尤其来台湾来推展这个书法 更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活动 那个今天我们海东书会很荣幸来到心腹里 那特别今天的一个特别嘉宾就是海东书会的顾问 白玉坤白老师 他是基隆在地出生的 但是他旅居西雅图42年 那在美国他也在华人的世界教外国人写春年写书法 而且他今年是刚好疫情期间 那我们特地邀请他回来 跟大家一起写春年 然后来送给大家 把写春年送幸福祝福大家 希望说大家那兔年能够红兔大展 难得天气好 不少民众出门来到活动中心 索取春年 希望能够增添喜气 我们新富林很高兴能请到 居住在美国的白老师书法大师 来我们新富林写春年给我们大家 很感谢他 那个书法没有国界 那我们我们新富林的民众都很热情的 都来这边参与 所以我们特别请他来到我们的新富林来辉豪 然后让大家有这样子的一个幸福 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能够接受到他的这个书法 然后放在家里 觉得感觉真的很棒 因为尤其他的这个笔墨 写的非常非常的与众不同 跟一般的我们觉得更娼劲有力 所以我们会觉得这个白老师真的很棒 那我们也非常非常的这个非常佩服他 这样子一路走来这么多年了 据说老师是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 小学五年级就开始学习书法 这么一路走来大概也是四五十年了 都没有中间段了 这样的毅力真的值得大家学习 白玉坤老师 推行中国书法已经超过五六十年 学生遍及全球 这次回到台湾 希望借由亲笔写书法春年 带动春节文化气氛 带动书会祝大家新年快乐 宏族大展 记者 黄少年金融报道